今天相对最久保洁 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吴信英 今天结束了十天的旅程 返回国门 在返回国门的时候 我们看到今天的民调 真的跟大家所预期的 大家所推估的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看到了 阿贝的民调在蓝白合作 开始急速的下滑 下滑了以后 大人认为说 你一个你去失去了蓝军的一个选票 当你失去蓝军的一个选票以后 你的中间选民 你的年轻的选民 在看到你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以后 你就开始急速下滑 妙的是 当吴信英不在台湾的时候 阿贝开始止跌回声 他开始慢慢地稳步向上 可是在吴信英这两天 一讨论一狼泪 开始又在讨论的时候 他的民调又开始下滑 到好不容易已经爬到了17% 现在又到了16.8% 而且另外 民众党虽然一直就说 我的内参民调 我还是第二名 而且我现在跟第一名 只有在误查范围内 但是不管是美利岛电子报 民调 不管Eat Today的民调 或者是算 我们现在说的民调 我们看 现在赖清德大概还是第一 然后第二名的侯友仪 大概都差5个百分点 3到5个百分点 但是跟阿贝的差距 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 那这个结构 一定稳定住了吗 这个结构 有可能产生气宝吗 这个结构 在封关民调之后 还可能出现一个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吗 好 今天请到两边 大家包启的战略专家 林丁慧 听闻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 电子报都到屋子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政问题的杨维珍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政问题的黄伟汉 华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资政问题的张雨萱 大家好 好 待会财经专家 黄世宗也会 赞与我们的讨论 好 虽然民众 信誓旦旦地 不但把内参民调 拿出来说 我们是第二名 我们跟第一名 只有在误差范围 阿伯有机会 可是刚刚讲的 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现在已经清楚 你的越拉越多了 而且阿伯开始下滑了 第二个就是 TBS民调 你民众党总要接受吧 连TBS民调 趋势也都一样 现在第一名跟第二名 都在五个百分点之内 但第三名 已经跟第二名 差十个百分点了 宝贤哥 你是要看政治新闻 看选举新闻 看民调的时候 要关注两件事情 两件什么事 第一个叫做 街头民调不要看 街头民调 你可以看 但不要参考 因为那个就是一时一地 我这讲说 街头民调 你看百分之九十都是柯文哲 那看明年开出来是不是 第二个呢 就是内参民调 你可以看 但不要尽兴 黄森在一直跟大家讲 柯文哲现在目前是第二 第二 讲已经公布了 至少两波了嘛 那宝贤哥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也没有做土的 你知道朱立伦 今天下午讲说 已经超过赖清德了 对不对 所以侯有已经 赖清德0.8了嘛 所以内参民调 听听就好 听听就好 对 但是你要看 在坊间的各单民调 我再讲一次 观众朋友不要不高兴 从11月24号 蓝白分手 撒嘎都确定以后 赖清德 侯有雨 跟柯文哲之后 所有到现在 坊间九份民调 柯文哲 全部第三 全部第三 而且这个形式 都还没有被改变 今天我带大家看 两份民调 第一份是美丽岛 大家讲说 为什么黄文汉 你是美丽汉吗 一天到来讲美丽岛 美丽岛是滚动 是一直发布 已经到第八十八波了嘛 所以他一直有转 八十八波 公布一次 我要跟观众朋友讲 再来写说 怎么没了 只有四百份的 你就乱讲 他是三天加起来 所以是一千二百份 四百份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是四百四百 四百是一千二 那宝贵哥 因为美丽的电子报 他有一个好处在于说 因为他的时间的 这个时间走非常清楚 所以11月23号 军月开思 11月24号登记以后 怎么走 非常清楚 宝贵哥你看 今天最新的 赖清德34.7 侯有雨31.2 柯文哲16.8 16.8 这样的态势很清楚 一件事情叫做 赖清德跟侯有宜 听不到柯文哲的呼吸声 我常常讲 在后面 听不到柯文哲的脚步声了 再讲一次 你这种状态 因为今天是倒数30天 只剩一个月了 四个礼拜而已 柯文哲必须要使出 他的这个 齐天大圣 大闹天宫的本事 否则 这种差距 是直接差一倍 16.8乘2 大概也就这里 没有机会 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以迷恰来讲 柯文哲 你要继续努力吧 现在不就孙子兵法 加上那个阿贝康台湾吗 再去努力 可是以民调来看的话 如果明天要投票 99.9% 他不会赢 那如果没有机会赢 以台湾的这个选举的模式来讲 那不就被弃保了吗 弃保的部分 等下我跟大家讲 还要看到民众 愿不愿意弃保 柯文哲的支持者 那15到20%之间的铁粉 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打算 要投给别人 没有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保洁克 我刚刚讲美丽岛 对不对 他整个趋势 是在10月24号当中 来刚刚那个地方再看一次 他是在11月24号这一波当中 直接他往下掉 这里就是那个分界点 因为分别已经分出去了 大多登记了 然后你要知道 保洁克 从这点我等一下要跟你讲 为什么最近开始骂拉清德 因为柯文哲他也知道 原来我的支持者 有限期支持柯P 绿营的支持者在先前 那个赖清德掉下来到40 有没有 到这个已经到30 30几左右 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掉下来 而上去 因为支持柯文哲的人 柯文哲一确定跟他登记以后 柯文哲掉下来 可是赖清德升上去了 虚实一样 柯文哲在30 但是赖清德在35左右 这个是媒体电子报 如果说只有一份 你不相信 保洁克 所有媒体都一样 今天同时还要公布的是什么 TBS 我刚刚讲了 在今年的6月 在这里有没有 谁是第一名 柯文哲 6月柯文哲第一名 7月8月9月10月 一直到这里 10月24号为止 你看到这条是柯文哲 有没有比蓝色的线还要高 比蓝色线高 所以你赢侯友宜 赢了大半年 你就没有讲民调不准 现在输了 又讲民调不准了 没这样啦 所以你还是要参考 这个科学数据 保洁克 10月24号再提名民调 柯文哲还赢侯友宜 2926对不对 可是就在11月26 关键的11月24 对 24分别登记以后 超车 马上侯友宜从26变31 有没有 在这里 那我也跟大家讲 他是侯友宜加赵少康 加韩国瑜 整个国民党的team 现在侯友宜打的是个team 他本身就端牛肉讲证件 那要跟人家吵架 就照照康去 所以他分工很好 所以他的民调查办法回来 那你要知道 柯文哲就从29调到23 那今天最新的一波 是12月12号 对不对 就是昨天的 你看柯文哲再掉一帕变22 然后呢 侯友宜剩一帕变32 赖清德也从34变36 这两个人上去了 两个都在30以上 他在22 也差了10个百分点以上 再讲一次 这种状况 侯友宜的呼吸 柯文哲的呼吸声 侯友宜跟他记得 又听不到了 那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听不到柯文哲的呼吸声 没错 因为你现在被甩开了 被甩开了 你有看马拉松吗 马拉松那个 肯尧学友在TTX李先群 他那边跑的时候 后面已经拉很远了 那个直升机还要这样 对掉掉掉掉 插了大概三分钟的时间 那你都不可能超插 不通李先群了 除非前面摔倒 OK 那博文哲你要知道 如果你从美一岛电子报 我两分都给大家看 你注意看 柯文哲最近讲话是不是变辣 什么台独金孙 台独归顺 他讲话变更辣 然后讲侯友宜跟赵岡康 说你们本来就红的 那大家怕人家抹红吗 他讲完 讲话之后爽度 20到29岁本来是31.6 这是第87波 你看88 他多了一趴 20到29他多了一趴 可是宝杰哥 你要知道 这种讲话 年轻人喜欢爽度 可是往上走到了30到39 40到49 唐世代要的是务实的时候 你看 他在这一个 30到39 33.3 这个是柯文哲 你看他反而掉了 变成29.5 直接掉了3%多 你到了这种 上有老下有少 像有这种 要工作 要养爸妈 又有小孩子 他就不喜欢这样 因为那是两面 你骂得太凶 反而不要了 然后再来 年轻选票的部分 刚刚讲是美丽岛 这是TVBS 我同事给你看 20到29岁 最年轻这个族群 赖金德多了1% 可是柯文哲掉了 他掉7% 掉7% 年轻族群往下掉 原本你看 他56 柯英变这么强 可是掉下来 然后30到39 41 他多了3% 然后他维持平反 所以他最年轻的 这个族群他掉了 所以你要知道 宝贤哥 因为柯文哲 现在目前落后的状况 你刚才在问我后背气饱 我真不敢讲 最后会怎么样 因为可能3%到5% 就已经足够的话 那你就要接近 那现在赖金德跟侯尔宇的距离 就是大概5%以内 如果是5%以内的话 跑掉3% 就可能会影响整个大局 那有很多人讲说 你不用再讲了 即使柯文哲的名叫 是第三名 我也投科 好的投科 我理解 这一群叫做深白 就是柯文哲的铁粉 深白 那你要看 从8687到88 这个即使希望政党轮替 要不要投给最高者 不同意的 本来49.9 变48.6 然后变47.1 这什么趋势 三拨下来发现说 我还要坚持投给 那个不会赢的 那样的人变成 往下降了 这个表示说 大家会愿意去投给 这是不问赖金德的 知识者 就要投给民调 比较高的一个人 那所以把柯文哲很清楚了 你看一个现在的趋势 就知道为什么这两天 柯文哲都在猛骂赖金德 骂多凶啊 你台独归孙啊 哭什么哭啊 把违建拆掉就好了 他猛骂赖金德 骂得非常凶 什么捷运要去南投 那根本都是骗人的 讲的话都非常的辣 这个状况 一听就知道不用大脑 他就是要把他的 这个深白的贴粉拉住 但是问题是 他要讲他是深绿 所以他很清楚 我刚刚讲 那个美女角电子报 发现说 当蓝白分手之后呢 他跑掉那一大块 其实是回去赖金德 那他今天要破坏赖金德 人设 在说你的那个 那个万里老家 根本就2003年 才盖了黄国昌 不是公布一个图吗 对 他也要破坏赖金德的人设 那一旦破坏赖金德的人设的话 赖金德也会有游疑 他可能不投 或跑掉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其实简单讲 以现在这个态势看起来 柯文哲还可以再努力 这样的民调 只有20几% 而且离第二名和第三名 都10%以上 没有机会当选总统 没有机会 那他现在这么凶干嘛呢 他还有在选部分区立委 拼部分区 柯文哲上次蔡总统 817万票的总统 可是部分区的政党票 只有480 中间差了330万 韩国瑜552 可是国民党的政党票 只有470 所以总统选票在以往间 都比政党票还要更高 好那我们现在柯文哲 大概250左右对不对 那250左右的话 他政党票可能只有200 200就绝对没有巴西 没有巴西 要到230 250 所以柯文哲现在等于 是要把他的政党票冲高 所以他用词又更辛辣 但是这样子的用词 如果打不破 来清的 除非来清的崩盘 那柯文哲基本上 当选总统的机会非常低 或许他能保住 他的部分区立委 817的目标 总统长 在所有的沙喀都里面 其实到最后最大的变化 就是会进行气保 因为这个气保 会让整个结构出现改变 会整个影响选举的一个形势 2000年就刚刚讲的 就是什么 气联保贬 气联保存 所以呢 等于说让这个 宋楚瑜黯然的 这个所谓的落选 今年 会有这样状况吗 阿伯的16% 你刚刚讲的 已经没有人听到 他的呼吸声 如果听不到他的呼吸声 阿伯会被气吗 阿伯绝对不会被气 他不会被气 最差最差最差 他又有12% 因为我看来 如果你把每一条电视报 看长期那个线 他的最低线就是12 他没有低过12 所以他12是他的铁盘 那个铁粉 铁盘 一定拿到12%的票 所以12%是最低线 我个人认为 而他现在的打法 也不可能被气干净了 因为战利 他现在用一个最经济的 用一个穷人的原子弹嘛 什么原子弹 他每天在跟你搞直播 他不跑脱 对 他没有行程 他比方是家里蹲 现在变成家里播 家里播 他不一样 家里播还要继续活动 然后干什么呢 骂人 同时段跟我一起播 我们在播的时候 都比我们低很多 但是他的议题的破坏力非常大 议题破坏力就是 刚刚武汉讲很清楚嘛 你看到没有 他就把老年人赶走了吧 把中间选民赶走了吧 只是让年轻的铁粉 跟他继续 跟他包围在一起取卵 摇子20刀29 那个同温层 已经变成他的铁粉了 所以那个铁粉你看 不会离开 不会动吗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这个不是很荒唐吗 那么样子一个奢侈豪华的副总统 做出那么怪异的 不符合体制的行径 花了国家的税金 这个那么多钱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花这笔钱 把我们的纳税人钱花掉对不对 对 我们大家心不心痛 大家火不火大 火大 但是他昨天他人员在彰化 在这边干什么 在拍卖 卖什么 卖什么 卖原子笔 卖阿伯的水壶 卖多少钱 一万块 两万块 五千块 同一个 同一批民众党的白连教 一边在勤 在这边募款 募一万两万五千三千 可怜兮兮的 用年轻人的血汗钱 另外一边 同一个政党里面 在浪费工厂 宗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叫做信德 信德的奥秘 你要相信它是真的 所以你要进阿伯这个宗教 你要相信 对 他会相信 这第一点就是同样的 出现不同的价值的行为的时候 居然白连教徒通布通通买单 这很奇怪 这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跟你讲 就算飞科不投 一定有相当大的力量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不要小看他 不 他不是 他就很稳定 最后那个铁粉一定存在 对不对 那阿伯 第二点 阿伯会不会利用这个铁粉 最后的力量 创造出台湾的其他 他想说 台湾是一个令人惊奇的 创造惊奇的岛屿吧 他最后时间 会不会创造一个惊奇出来 会吗 我认为会啊 他怎么不会呢 他怎么会 他废物利用 废物利用 他最后是这个 他剩10%要干什么 剩15%要干什么 然后就让黄国昌 他们去当立法委员 他会对这个 他不关心别人的立委 他只关心他自己个人前途 所以我认为他可以左右 这个选局的结果你知道吗 这第二点 你要注意哦 所以阿伯不是开玩笑 他是157耶 他觉得还会上吗 好 第三个 他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吗 在后面 不是死马 你们大家都不理解他 我不理解 我跟你讲 今天有黄珊珊拿出 他民众党的内参民调 公布出来嘛 第二名 第二名 而且差距多少 很少 还差距乌差之类嘛 所以阿伯会当选总统 你知道吗 问题是 他相信他会当选总统 如果他不相信黄珊珊会 他会让黄珊珊拿出来公开吗 不会吗 他当然相信才会让你公开嘛 就是阿伯自己会相信说 我会召总统嘛 要让大家这人知道嘛 那他的TA是谁 他的那些受众是谁 就他白连教啊 对不对 白连教徒就是膜拜 有机会有机会 而且我听说啦 第三点 他们的民众党人家 跟他就在一起的时候 全部在讨论他会当选总统的事情 然后更妙的是 他们都相信 不不不不 接着讲完 阿伯离开以后啊 然后大家哀声叹气 没机会啊 两种演法 阿伯在的时候 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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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季 阿伯离开了 没机会啊 他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就看这两面嘛 所以大家在阿伯面前表现 非常热情 所以你听我讲 选举的人基本上就是 非常盲目的赌徒嘛 没有这个赌博的心态 不过参加选举 那柯文哲现在是确信他会当选 否则他那个路走不下去啊 他用那么狠的字眼 去骂了那么多人 你看今天他换了 他把他的KP 那个骂 那个标章换掉 你说这有意义的 等我看 之前柯文哲 都是KP 当然有人讲是KP 有人是Keep Promise 可是现在 他居然换成了 这画面国的国旗了 对 为什么换国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他把赖清德咬了一口 咬下了好几 五六个百分点 20到 就20到39岁这个阶段 赖清德被他害得 一下掉了五六点 是比他要咬下来的 被他咬下来的 他有能力咬人 他真的是厉害 你要佩服他嘛 他真的很会 他的攻击的能量 你不要怀疑 没错 他的尘世不足 败事有余的事实 成绩 这个已经国人 全球皆知 连我都喜欢听他骂人 对 我喜欢听他骂人 对 大家都喜欢 我们都喜欢听嘛 只是那讲不出口的话 他一个人敢讲 他为什么要换成这个国旗了 他非常 枪口要开始要转向了 对国民党了 他要打国民党了 他如果蓝粉会打进来嘛 所以他现在他每天在表演 他就是一个网红 天天表演 而且他真的深信 他会当成中华民国总统 非常坚定的要走下去 那他这个 白年教他的教徒 跟他的受众 也会跟他一起走下去 那他闹到 黄国昌去把他扛在肩膀上 胯下之辱 不是 那个伟大的啊 那个是 那个就是等于 有点像耶稣基督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 那个那个那个 你看那种令人感动的那种奉献的精神 只有民众党的黄国昌才干得出来 为了干不分区啊 把阿伯啊放在头上 好 宇萱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非典型的走投候选 当然要配一个非典型的副走投候选 那我在选举最精彩的时刻 你跑到了国外 你去杜背就算了 你跑去华府 你去华府也就算了 你从芝加哥回来 对 今天宝贵哥 我今天全程呢 把吴欣盈的行程好好的爬速一下 我终于知道他去干嘛了 这个叫做 善心找老朋友之力 善心找老朋友 对 今天吴欣盈呢 他是原本在下午一点的时候 从这个纽约华盛顿出发 大家想说奇怪 怎么会跑去芝加哥来 我来帮吴欣盈澄清一下 他去转机 转机 因为很累嘛 搭飞机他选了一般比较轻松的 但是转机有趣的来啦 我们先前你跟各位介绍过 他在华盛顿做什么 其实精准的讲是在霸地摩 霸地摩跑去这个 约翰这个霍普金斯大学里面 找他朋友 他今天也揭露了一个姓徐的朋友 去看看这些科技公司啊 然后跟一圈年轻小朋友啊 即将要就业的座谈一下 聊聊天啦 不是什么劳动力论坛 他们现在把他更正名称叫做座谈会啦 就坐下来跟你聊天跟你谈 结果他跑到芝加哥去做什么 又来了 然后他有九个小时的转机时间 结果吴欣盈趁着这个空档 跑出去外面 各位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维安来讲 是有多麻烦 他跑了 对没有错嘛 因为各位我也有这个经历哦 你今天转机都在 当然你可以出去 但你要做什么 过海关 对 过海关之后不是吴欣盈人要过耶 特勤维护 维安全 都要过 对吧 那他们还有什么 装备 假事 是不是都要送 等于是说我今天一进一出 我又要跟美国政府再报备一次了 麻烦 但没办法 吴欣盈要干大事 他要做什么大事情 找朋友 找朋友 他做了大事是要去私人企业参访 我的天哪 然后呢 他就这样子 想到哪去哪 等于说转机这空档九个小时间 带着维安陪他驱车 然后跑到人家私人公司去 做了什么 不知道 他也太free了吧 聊天 纯聊天 过去古代叫做这个 升旗白马过山关 新疆北北 跪山关 吴欣盈有没有过山关 有啊 去杜拜 然后再去华盛顿 然后再去芝加哥 然后呢 改叛 所以当吴欣盈经过这些风风雨雨 感觉很丰富啊 行程很丰富啊 这能量满满就回到国内 老杰哥你知道媒体问他说什么 问他说 那这个吴委员 这个吴副总统候选人 请问你去国外之后 有做什么事 他说有 我收过很多 但是我没有要跟你讲 没有要跟你讲 我晚一点再跟你报告 晚一点再说 所以他搞了老半天 没有人知道 吴欣盈到底出去国外做了什么 反而是他今天受访 有如金句变脸一样 问到豪宅 问到茶碎 马上原本笑脸 瞬间变脸 不是 今天林作水说 他这点说也是选举专家 他说他仔细看 从来没有20到29的 像一个什么 像游牧民族一样 一下跑到赖 一下跑到这个柯 一下跑到赖 一下跑到柯 所以你仔细去看 所有的交代分析 从赖跟柯 29岁的大挪移 当然除了第一个是 柯文哲以外 第二个关键人物 就是吴欣盈了 保险哥 你有没有玩过磁铁 如果磁铁两个 你弄成不同方向的话 本来应该要相惜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弄成不同方向 他就相似 所以就变成你往哪边 他就一直跑 永远不会合在一起 现在吴欣盈就出现这个状况 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吴欣盈跟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吴欣盈只要不要在台湾 年轻人马上就跑回到客厅 真的假的 吴欣盈只要一回到台湾 站在客厅旁边 年轻人马上跑走 就像磁铁一样 又快来又快走 所以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会 这在史上第一次 我们会出现一个词 什么叫词呢 赶票效应 事实上呢 我们佐水大师呢 他现在看到了那个趋势 看到了那个象征 但他没有看到真正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把民调调出来 你会发现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吴欣盈 吴欣盈如果是在客厅旁 那名调调了 吴欣盈如果没有在这 吴欣盈 那个游戏是年轻人 你现在看哦 第77波第78波 有没有 其实你看这个20到29岁 20到29岁 第77波柯文哲那边 还有36.9% 后来呢 到就到第78波 就到竟然降到31.8% 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被人家发现 柯无登记 要搭档参选 所以 登记当选 那你就等于说 11月14号 马上从36降到31了 对 然后呢 再往下 就是又到了32.9% 最可怕一件事情 你看旁边 到了甚至从20到29岁 28.9% 21.2% 到第82波的时候 竟然降到21 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会这样呢 最有意思是往下 包括到第84波的时候 20到29岁 回升了 回升了 回到24.48 最有趣的是第85波 哇 一下子吃了大福王 快四个百分点 28%了 28% 为什么 因为五星已出波 所以他马上又回来了 等一下 刚才讲的 如果从77波之前 阿伯都很强 阿伯都是三个人最强 不但三个人最强 是遥遥领先 都在35 36以上 就没有想到 一登记跟五星一结合了以后 马上从36掉到31 掉了掉了掉了 你就发现 开始越掉越多 掉到28 21 23 就没想到 到了第84波 起始回升 从24 28 开始到 后面还到了31 又回到32 这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了 五星一出国了 而且随着五星一距离越遥远 或是出国时间越久 大家没去你家 所以这些年轻人就说 阿伯的人设又回来了 静电视 我先口头补充 静电视也是做一个副手的调查 副手调查里面认为 萧美琴有加分是高达66.6% 赵少康有加分的是51.6% 吴欣赢加分的只有27.1% 所以你就知道 吴欣赢对于柯文哲 不仅没有达到一个加分的效果 甚至出现一个赶票效应 而且很委屈 有人讲 你这个有钱人的形象 会让柯文哲有一个赶票效应 他讲说那蔡英文家事也很好 选举的时候也不觉得 蔡英文的家事背景 是对对方 要对台湾做出改变 要服务的热忱 对 所以经过他这样解释出 我们讲说对有道理 所以是人的问题嘛 不一定是家事的问题嘛 然后当人家问到 有关于柯P的这个什么 你是不是对柯P有感 你看那个臉举 我刚刚看他臉举举 我就知道问到哪一题 他就是问到赶票效应 因为我在看他的采访的时候 随臉举举的嘴都撅起来了 所以这个 你很忍耐了 他马上转回来了 我必须说对 所以其实现在的吴欣盈 我认为他有进步 现在有一篇最新他的贴文 他脸书贴文 他不是说他公布一下 他的就是这一次去看的一些想法 结果呢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大概是跟刚刚那个 有讲到的一样 就是说他介绍一些朋友 我刚刚很认真地看了一下他的贴文 其实贴文在这里 你看哦 他就讲 他说哎呀 这个我其实很关心这个问题 年轻人 什么缺购 那个就是低薪的问题 所以我很关心 我7月的时候 我就找了那个好朋友 徐佳来分享他 十多年创业继问 然后开始 他是美国劳动力转型 和技能提升技术部公司的一个执行长 也是世界经济论坛 WEF青年领袖 就说他成篇文章里面 他写我认识了谁 那个人很厉害 我认识了谁 那个人很厉害 整个一大堆之后 你看不出任何 他对于台湾年轻人 要怎么做 怎么做 他讲得汗不浪灯 他认识了谁 那些人都很厉害 风功伟业之后 他最后下一个结论 怎么样改变台湾经济问题 我认为落实学徒制 是最佳的方法 学徒制 到底你整篇文章 跟学徒制有什么关系 从7月讲到11月 11月讲到我两个月 我这两个礼拜 在10天在国外的时候 他们让我们只知道 你认识到一些很厉害的人 这些很厉害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这些有头有脸的人 干过很多风功伟业的事情 然后我们不知道 你对于台湾的 所谓低心状况了不了解 你到底知不知道 台湾现在年轻人 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我觉得从你文章里面 我感受不到 我认为你不是很清楚 结果他下一个定论 学徒制 是解决我们所有 台湾年轻人低心问题 这完全完全 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对 你过去 现在所有的高层 你非常的熟悉 吴欣也很委屈啊 他现在讲说 我什么我有钱人的形象 我财团的形象 我会让柯文哲 出现赶快教育 他讲那蔡英文的背景 也很好啊 你看典型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打乌贼战 又把这个所有的东西 好像推到另外一个阵营 推到另外一番 不一样吗 不是我的问题 是别人的问题 蔡英文总统来讲的话 他虽然家世背景不错 但是其实他以前 因为拿了学历之后 后来在学校教书 在学校教书之后 结果就参与很多政府的委托计划 然后参加很多的这个 出国开会 他有接触到所有的业务之后 然后进入到这个相关领域 然后再替政府服务 所以他以前是 李登辉总统跟陈水扁总统 积极栽培的对象 那吴欣宇呢 吴欣宇你就是大家的意义是什么 你就是星光的公主嘛 你是星光的这个集团里面的 这个接班人嘛 那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 都是在业界都在商界 那你在商界来讲的话 你今天跳到去选副总统 好 我们说副总统来讲的话 一般人民都可以来选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说 你把这个事情跟蔡依文总统 这两个事情把它做对比 这样对吗 你到底对这个政府有什么贡献 对这个人民有什么贡献 有什么理解 没有嘛 你就是你的集团就是在赚钱了嘛 你为这个社会服务过 贡献过什么东西呢 只是不过 现在你因为当过立法委员 你进入到公司里面 现在把你提名当副总统候选人 但是你这样子 有过往来讲的话 有服务过群众 服务过人民吗 那你现在什么都不懂 今天记者问他很多人的问题啊 比如说机车 这个两段式左转要不要取消 他知道这个车子他也不知道 然后其实很多人说 他根本就没有骑过机车 他怎么知道机车 要不要两段式左转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一次来讲 他出访到杜拜 我以为说他杜拜就马上就回来了 因为照道理讲 这样很扯吗 又跑到杜拜 又跑到了华府 又跑到释迦哥 这很离谱吗 你知道我们过往来讲 在做国安的维安 就是有关总统副总统的 候选人维安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从他登记开始 一直到投票选举 中间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基本上候选人是尽量不出国 就不能出国 而且他来讲 因为出国的维安是非常难做的 因为你知道出国维安 不是比说你在国内维安 国内维安能源可以带枪啊 你可以膝塞枪械 你对于那些阻击的人 可以马上枪杀掉的啊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出国就被缴械了嘛 那维安能源缴械之后 你随后又要保护他的安全 到海外之后 第一个我们当然会先透过 所谓的国际情报交换 或者是说特警之间的 这个互助的部分呢 来协助他的维安没有做 问题是你爬爬走 你今天杜瓣回来是最单纯的 结果没想到你又跑到美国去 跑到华谷去 然后跑到芝加哥 你知道维安多难做你知道吗 而且说真的 他如果做商务舱或做投等舱 随后要不要跟着他 做商务舱投等舱 当然要啊 如果要的话那些钱谁买单 当然是国家买单 绝对不是星光集团买单嘛 那你国家买单 国安局这边来买单的话 那是不是编略预算 那这些来讲一趟回来 总要过好 那民众党说他们可以出啊 当然也不是说 民众党出问题是法定的东西 你不能说民众党出 你就想出啊 而且说真的 你这些所有的过程来讲的话 假设如果你今天有什么 任何意外出现 你到底要不要再继续选下去 因为照我们选办法来讲的话 总统如果有死亡 当然就有可能就停止 但是副总统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 所以副总统死亡之后怎么办呢 会不会影响整个选举的大选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一般的传统做法都是 登记之前出国 但是登记之后出国 这倒是非常罕见的